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于日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创世使命 这是联邦政府推动人工智慧AI创新的一项努力 也是川普政府为推广AI技术极其应用而采取的最新举措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Michael Krasios在川普签署该命令前表示 这项努力旨在更好地协调政府各机构的研究工作 并更有效地整合AI工具以实现更多科学突破 Krasios补充说 这项任务将利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运算资源 来获取联邦资料集并开展更多利用AI的实验 他预测这项工作将有助于缩短科学发现的时间 一位不愿透露该命令细节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与辉达、戴尔、HOPE和超微半导体等私营企业的合作 将提升实验室的超级运算资源 官员们一致表示 此举将加速材料工程、健康科学和能源领域的科学发现 他们还试图将这些创新成果描绘成 有助于提高产量和降低价格的关键因素 而这也是本届政府为解决选民对生活成本的担忧 而优先考虑的另一事项 Krasios甚至表示 凭借AI的力量 美国正处于一场科学革命的边缘 另外 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的数据 2025年第三季度 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2080亿美元 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这一数字较2025年第二季度增长了15.8% 创下了自2009年第二季度19.9%以来的最高季度环比增长率 与2024年第三季度相比 2025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高达25.1% 也是自2021年第四季度28.3%以来的最高年度同比增长率 在半导体公司营收排名中 汇达以570亿美元的营收继续稳聚榜首 韩国公司三星和SK海力士分别以239亿美元和176亿美元的营收 位列第二和第三 记忆体公司在2025年第三季度的增长尤为强劲 其中凯霞增长31% 美光增长22% 闪迪增长21% 三星增长19% SK海力士增长10% 在非记忆体公司中 Sony Imaging以51%的环比增长率领先 汇达AMD、博通和ST的增长率分别为22%、20%、16%和15% 联发科是唯一一家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营收下降的公司 降幅为5.5% 对于2025年第四季度的营收预期 各公司态度不一 在提供Guidance的14家公司中 9家公司预计营收将增长 增幅从NVIDIA的14%到Renesis Electronics的1.4%不等 并有5家公司预计营收将下降 降幅从UNSemi的1.3%到Sony Imaging的9.2%不等 人工智慧、AI继续成为 推动半导体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所有记忆体公司均指出 资料中心、AI记忆体是其增长最快的领域 辉达和AMD也将大部分增长归功于AI 此外,高通和联发科在行动手机市场也看到了增长 而汽车领域则整体持平 部分公司正在调整库存 根据WSTS的数据 2025年前三季度 全球半导体市场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2% 市场表现远超年初预期 2025年 AI市场蓬勃发展 会达在前三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62% 主要记忆体公司也将AI视为其主要增长驱动力 同期增长21% 年初时 包括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在内的许多行业分析师 曾担心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半导体市场的影响 然而最终实施的关税并不如预期严重 且在很大程度上豁免了半导体和电子产品 近期对2025年半导体市场增长的预测范围 从U Group的14% 至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的22%不等 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尚未最终确定 2026年的半导体市场预测 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性 将延续至2026年 2025年半导体市场过度依赖AI增长 这一领域在2026年可能会放缓 而2025年表现疲软的PC 智慧型手机和汽车等领域 可能会在2026年迎来更强劲的增长 其初步预计 2026年半导体市场的增长率 将在12%至18%之间 在此背景之下 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电子公司采用其二奈米GAA工艺技术生产的下一代 AP行动应用处理器Exynos 2600的良率已达50%至60% 该公司计划将该晶片的定价比高通消融同类产品 低20美元至30美元 三星自主研发的2奈米GAA工艺与上一代3奈米工艺相比 能效提升8% 三星于2025年9月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 并于近期开始出货 这款晶片预计将搭载于即将发表的三星Galaxy S26系列 智慧型手机中 该系列计划于2026年2月发表 三星最初预期采用2奈米GAA工艺 可实现12%的效能提升和超过25%的能效提升 但实际结果并未达到预期 不过 作为首款商用2奈米晶片产品 60%的良率仍然值得关注 目前大多数智慧型手机处理器仍基于300米工艺 预计Galaxy S26系列中超过70%的机型 将采用由台积电300米工艺制造的高通骁龙8 EliteGen5处理器 业内人士透露 三星半导体部门一直在与三星行动体验MX部门谈判 必求一笔高通同类产品低20美元至30美元的价格供应Exynos 2600晶片 最终的供应量和定价可能会根据首批出货后 消费者和电信运营商的反馈进行调整 鉴于Exynos 2600对三星的财务业绩至关重要 其半导体部门和代工业务正着力提升价格竞争力 据报道三星MX部门此前曾对采购高通AP晶片导致成本上升表示担忧 但已通过促进两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来降低成本 搭载Exynos 2600晶片的三星Galaxy S26系列智慧型手机 将主要面向韩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市场 如果该晶片在Galaxy S26系列中重新获得市场认可 则将为Exynos晶片用于三星2026年折叠期的计划铺平道路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